都说江山被有人才出 个领风骚数百年 然而在演艺圈中 除却赵丽颖 林更新 迪丽热巴 黄轩 董子剑等青年演员以外 当红的几个小鲜肉中别说 戏骨 真心想演好的演员都寥寥无几 而这不禁让观众愈发感慨 江还是老的辣 演员还是过去的好 而我们今天要说的男演员谢君豪 无疑就是演技出色又形式低调的纳波 戏骨中的一位 1963年出生的谢君豪 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人 因此他从小虽然模仿天赋惊人 却从未幻想过自己会成为大明星 而他在中学毕业后虽然无缘医生 却也是按部就班考取了护士执照 成为了一名医护人员 然而在偶然的机会下 谢君豪登上了舞台 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分钟表演 但台下轰鸣的掌声 以及朋友那句 你演技这么好 可以去当演员了 让他突然发现其实自己是喜欢表演 也享受在舞台上的时刻 于是 谢君豪辞掉了护士的工作 成为了香港演艺学院的一名学生 并在三年后以全A的成绩顺利毕业 成为了一名演员 1997年 谢君豪以黑马之姿 凭借南海十三郎 立举夺得金马影帝的桂冠 值得一提的是 他当时的对手不仅有台湾老牌艺人 苗天 也有炙手可热的张国荣 之后 谢君豪顺利迎来了事业的春天 还开始进军内地影视圈 而他在 隋唐英雄传中不仅成功地塑造出了荒淫无度 无恶不作的隋杨帝 同时也靠着这个在人设上十分不讨喜的角色 掳获了一票观众的心 而后他又转身成为了 先见骑侠船 中潇洒不羁的 九剑仙 风头虽不及身为主演的胡歌 但他过人的演技 却也给观众留下了极深的印象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夜内有声音表示 若是九剑仙的镜头再多些 现在红的孔就不是胡歌了 当然 这世上没有如果 而谢君豪也从不去期望不可实际的幻想 他选择用演技让自己真正广为人知 于是他接下了 长恨歌 将主人公 城市底 这个身处动荡不安的城市 自身饱受磨难 却依旧固执地守候着不属于自己爱情的 痴情男儿 完美呈现 此外 因为 城市底 在剧中是上海人 因此谢君豪提前半年深入上海居民区体验生活 而他作为一个本土香港人 连普通话都说不利索 在上海老城区生活的那半年 各种滋味也只有他自己能明了 不仅演技佳 谢君豪在外形上的塑造能力也是极强 不同的发型 不同的着装 就会体现出他完全不同的气质 或清朗俊逸 或落魄神伤 或杀气腾腾 千变万化 演员这条道他一路走来 其实并不顺利 但他仍然在一直坚守 祝福他吧 特别声明 以上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不代表新浪看点观点或立场 如有关于作品内容 版权或其他问题 请于作品发布后的30日内与新浪看点联系